从战事提拔为干部 他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 相隔两地 他的爱情会遇到什么样的考验 军女人生即将为您讲述 原封 爱 给我力量 我叫原封 枪组 四川阿坝州人 现任陆军第76集团军 某旅侦察营排长 部队里严格的训练 紧张的生活 和在家里干农活相比 对我来说 各有干劲和激情 从军这些年 我荣立了一次二等功 和五次三等功的荣誉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不仅有领导的关怀 和战友的鼓励 还有一个背后默默支持我的女人 在和她相恋的日子里 有过争吵 有过赌气 但从来没有分开 当我在部队训练累了 她都会关心我 当我比赛失利了 是她安慰我 让我不要放弃 从头再来 当我获得荣誉了 是她提醒我 不要骄傲 继续努力 一份付出 一份收获 最终 我凭借不怕苦 能吃苦 敢吃苦 以及她的默默支持和鼓励下来 让我从士兵 成为士官 而且还入了党 提了干 今年4月12日 袁峰和陈德凤在老家汶川县 按照枪族的习俗举行了婚礼 蜜月时光甜蜜而又短暂 袁峰的婚嫁很快就要结束了 离别时他们一一息别难舍难分 相约一年后再见 然而没过多久 妻子却千里迢迢来到了袁峰所在的部队 一年减税7000亿 全面盈改增试点 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 在全国名列前茅 这个江浙小城拥有如此实力 好的是什么 我让我接个人 我要从一个年来 你过来都不当成熟 下次来提前打个招呼 然后有点准备 给你个惊喜 惊得了吗 惊得了 你没得赢作啊 我扶 赞贵的 赞贵的 看你具备这个单军手的签识了 看到没有 军工展还是有你的一把 那年配的吗 这个是一三年比五的时候 在外巡地配的 去走 闪灯线呢 都是训练兼职的 来 来 来 你先喝点水 休息好吗 那个的 搬船铺 你够突然写进 你看 啥子都没准备 给连赞指导 都没报告 原封和陈德凤是一个村子的 一家住在山上 一家住在山下 他们既是儿时的晚伴 也是上学的同学 初中毕业后 原封入伍成为训练尖子 然后又提了杆 陈德凤师范大学毕业 回到家乡 做了一名初中教师 这个暑假陈德凤要参加培训 原封今年的年假 也全部休完 小两口都以为下次见面 应该是明年了 可当陈德凤得知 培训前还有五天的休息时间后 他立刻买了火车票 占了二十个小时 赶来与原封团聚 我昨天过去 都偷吃了 昨天拉上车的时候 都还热了 然后我把娘拉就这么 他这人身上有很多优点 他也很爱我们 就觉得只要他爱我 然后就在一起 我们两个在爱情观 还是比较相同的 我们两个都相信 世界上有真爱 就是不会因为距离远 而分手的那种 2015年9月3日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纪念日 袁峰和陈德凤 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 领取了结婚证 他看着那个证很高兴 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 我感觉到那一刻 他是最幸福的 其实那时候我内心 虽然没跟他讲 我那时候看着他这些 这些高兴 我其实心里也高兴 这不就是我想要给他的东西吗 作为军人 袁峰用领结婚证 这种特殊的方式 铭记那段历史 其次 他还想在这天 兑现自己的一个承诺 原本陈德凤大学毕业后 就想结婚 但袁峰当时只是一名下士 他按下决心 一定要在部队好好拼搏 争取提干后再澄清 我对我俩这个感情 还是比较自信的 这是处于我自己个人的想法 他对我媳妇来想 他是不是有时候感觉 我这个比较飘啊 比较虚啊 是吧 恋爱在一起这么惨时间了 没说过 领个证啊 什么时候把婚礼办了 之类的 袁峰想在数百人当中 争取提干名额 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仅要付出时间和汗水 还要有训练专长 即使成绩达到优秀 也未必能够脱颖而出 所以说有时候想 自己这个障碍 现在有一定的 稍稍有一定的强项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这个跑得更快一点 一次一次的去跑这个障碍 想让自己成为单位 跑得最快的一个人 四百米障碍考验的就是耐力和毅力 而这对六岁就随父母在山里干农活的原封来说 一身好体力成为了他的优势 家里的这个地都没在 就在家里的房子周围 都在很远 四五公里 有时候就背上一背 家里挖的土豆 掰的玉米 往家里背 那时候还很小 就往家里背 有时候掰玉米 老爸使得给你插一背 有时候都背不动 弯着腰是连走带爬的 就背回去 加油 新兵连的生活 使地方青年 转变成合格军人的必经之路 很多人对这段经历 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而原封的感受 却与一般人不同 因为在家里有时候吃惯了苦 这点对自己来说 还是可以承受和可以接受的 没有表现出 感觉到这个部队很苦很累 再加上部队的火石 也比较好 住宿环境也比较好 对于从大山里走到部队里来 感觉各方面的生活条件 感觉还是没有更多的苦 原封入伍后发挥了体力好的优势 其他人在平地上奔跑 他加大训练量在山坡上跑 训练成绩迅速在童园兵里凸显了出来 原封在训练场上获得认可的同时 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他在部队的每个进步都与陈德峰分享 就是他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后来得了一个什么奖 然后好像是部队给他发了两百块钱的奖励 然后他后来就把那个两百块钱奖励 然后给我了 其实我还挺感动的 原封在训练场上挥洒着自己的汗水 立志要干出个样来 他倾尽全力和这些高高低低的木板墙较劲 自己练的时候 一天能跑 大概在二十多台 叫一个童年度宾 让他专门给我卡表 那个时候把自己就练到真的是没的力量 有时候旁边看的人说 这个人是不是疯了 跑了多少趟 训练大纲规定 四百米障碍两分三十秒合格 原封一直保持在两分左右 这样的成绩让他在全影出了名 在训练场上练得筋疲力尽的原封 休息的时候依靠甜蜜的爱情 为自己补充能量 他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前一周写信 过两周周末的时候 几点钟 我们能不能去上个网 有时候不知道 对方是不是真正收到信都没有 这一天他还有没有时间 有时候 有时候扣扣一灯 问一下在不在 在挺高兴的 但是有时候也是没在 在这就在等 等半天 说很多话 发很多问号 就在不在在不在 没在意义 热恋本该是甜蜜而又美好的 但天各一方 让陈德凤感受到的是煎熬 于是他想让原封退伍回家 此刻的原封已经在部队成为了有名的训练尖子 不仅当了班长还入了党 他提干的梦想似乎已经唾手可得 我叫原封 枪足 四川阿坝州人 现任陆军第76集团军 牟旅侦察营排长 从军这些年 我荣立了一次二等功 和五次三等功等荣誉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不仅有领导的关怀 和战友的鼓励 还有一个 背后默默支持我的女人 当我在部队训练累了 他都会关心我 当我比赛失利了 是他安慰我 让我不要放弃 从头再来 当我获得荣誉了 是他提醒我 不要骄傲 继续努力 一份付出 一份收获 最终 我凭借不怕苦 能吃苦 敢吃苦 以及他的默默支持和鼓励下 让我从士兵 成为士官 而且还入了党 提了干 军女人生正在播出 袁峰 爱 给我力量 陈德凤其实想让袁峰退伍回家 谋一份稳定的工作 两人可以长相厮守 但是这样的生活 却不是袁峰想要的 他的梦想是在部队获得更多的荣誉 想提干 成为军官 有朝一日能够带着军功章 迎娶心爱的姑娘 袁峰和陈德凤从相恋到结婚 他们的爱情始终在经受着距离带来的考验 我们两个其实吵架次数也是挺多的 因为毕竟距离远来 什么事情都可能作为吵架的理由 任何一点点小小的事情 都可以作为吵架的理由 其实回头再想的话 就觉得那些事情都不算事 但是对他来说的话 肯定就是 整天看着他的同学朋友 人家都是两个人一块的 成三成对的 就肯定比较 应该比较向往有一个人在他身边 他当到想到我的时候 他肯定还是比较失落的 陈德凤期盼着 袁峰下市服役期满退伍 结束相隔两地的煎熬 但袁峰不仅套改了中事 而且还想长期留在军队 他一边训练 一边等待着机会 实现转变身份的梦想 一直等到2012年 原南州军区组织创记录 破记录比武 南州军区的以前的记录是1分38秒 感觉1分38秒就好远好远 自己达不到 跑41秒 1分41秒我就感觉我自己竭尽全力了 每当我跑完这个1分41秒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自己已经不行了 就快贪下了 但是就在想啊 但是跑1分38秒这个人太牛了 有一次就在我们团里考的时候 还跑了1分38秒 35 把他记录破了 原封成为了400米障碍训练的一张名片 于是他开始频繁代表单位参加比武 每当取得成绩的时候 陈德凤都是喜忧参拜 他高兴 但是我自己心里面又有一点小小的失落 从我自私的那种角度来说 其实我希望他赶快回家 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说 其实我应该替他高兴 因为他毕竟在部队里面打拼了那么多年 然后终于等到那一天了 就是就可以证明他自己了 准备 进业 2012年 原封在创纪录破纪录的比武中 400米障碍跑出了1分35秒的好成绩 取得了第二名 而刚刚结束比赛 他得知 2013年全军特种兵比武正在选拔选手 于是他立即报了名 去的时候选拔 他每个组他有个组长 组长挑选队员 我们集团军不是特种兵的 我们去了100多个人 但是就这个特战旅的这些特战队员选拔 就我一个人留在那 那个时候因为12年参加比赛之后 整个人瘦了20多斤 人又瘦又缓 队长逐长一看就感觉 说没精神 肯定这个体能啊 各方面素质还不好 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并不起眼 还有些瘦弱的远风 让所有的特种兵逐渐刮目掀看 他不仅从替补成为正式队员 最后还当上了参赛队综合战斗技能组的组长 带领小组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我们参加是综合战斗技能组 我们要比的科目是这个特种射击 越战越野 攀登目标定位 手雷头准 五个科目 我们获得了一个金牌 两个铜牌 然后回来之后立了二等功 在比武的赛场上 袁峰收获了荣誉 同时也终于符合了提干的要求 2014年9月 他被保送到庄甲斌工程学院学习 一年后 袁峰终于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和自己心爱的姑娘 领取了结婚证 陈德凤来队探亲 但袁峰仍然要进行训练 两人只有在休息的时间里才能相见 虽然大多数时间 只能待在连队的招待房里 看看电视 翻翻书 但这对陈德凤来说 也是幸福的 昨天我还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说 你觉得你的家庭和你的事业 哪个重要 哪个更重要 他说 都一样 都重要 然后我说 那你会为了你的事业放弃你的家庭吗 他说 要看什么时候 就是说在某些特定的时刻 还是有可能会为了事业放弃家庭的吗 刚刚加入军嫂这个群体 陈德凤深知 今后生活上还会有更多的不义和委屈 随着和其他军嫂的沟通越来越多 陈德凤对袁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也让他对袁峰的爱更加浓烈 今天你嫂子来的忽然兴兴 那个家里带了点腊肉来 说大家训练很辛苦 来我们尝尝家里的腊肉 尝尝好不好吃 是呀 去做嘛 去完了 哎 盘啊 你一会儿嫂子怎么认识的 给我们讲讲嘛 学到接下来 学到接下来 什么都没有 全是有点着急啊 开始了 以后的打算 像我俩的话 好好爱吧 这么多年在一起不容易 今年算是终于修成正果了 我个人的话 一步一步的成长进步 应该都离不开这个部队的培养 各级领导的关心 还有身边占有的这种鼓励 那接下来肯定会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在这个部队 把自己现在本职岗位 把它做好 袁峰用自己的真心 赢得了陈德凤的放心 在训练场上永不言败的他 无论是面对训练还是感情 总有着一股执着和坚定 今后家庭的温暖 陪伴他一路前行 唯有奋勇拼搏 才能让爱开出美丽的花朵 袁峰身上有着山里娃的倔劲 和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性格 他用自己宽阔的肩膀 不仅扛起了自己的承诺 成为妻子结实的依靠 也扛起了当代青年 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相信在爱人们陪伴下 袁峰的军旅人生 会注入新的动力 创造新的记录和成绩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